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我国经济实现正增长 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 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 近年来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 更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 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 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 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 13,795.44亿元 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3,553.43亿元 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6.8% 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布局 保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启动实施 二是加速武器装备升级换代 推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 三是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构建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改进和完善训练保障条件 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改善官兵生活福利待遇 服务军队基层建设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国防之重要 犹如阳光和空气 受益而不绝 失之则难存 当前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 单边主义 实有抬头 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 国际安全体系和秩序受到冲击 我国国土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不容忽视 陆地边界争议尚未彻底解决 岛屿、领土问题和海洋化界争端依然存在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 针对当前的复杂形势 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 国防必须强大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有更多期待 近年来 我军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海军常态化护航 开展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军队通过疫苗援助 派遣专家组等多种方式 向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和帮助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中国国防费的增长 既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 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 继续保持国防费 适度稳定增长 正当合理 无可非议